前總統馬英九十二號晚上在台東縣展開一連兩天的助選行程 首先拜訪達人大舞以及金風香 抵達每個部落都收到支持民眾的熱情歡迎 馬英九也一一握手展現親和力 現場還大秀歌喉唱金歌 為國民黨台東縣長參選人饒慶玲爭取選票 不只帶領部落民眾演唱軍歌 夜席 馬英九到顏平鄉拜票時更演唱國旗歌 歌頌台東縣鼓的壯麗美景 山川壯麗 無殘風濃 天花山走 中山走 我們平常在台北哪裡 沒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山川 看到之後真的會感動 沒有想到台灣這麼難 台東生產都這麼多 山川壯麗 物產豐富 這個沒有到這裡根本沒有辦法提會出來這幾個字的意思 馬英九表示華東基金的設立 華東鐵路電氣化 以及南迴公路拓關工程 都是他任內核定的幾項重大建設 希望民眾不要忘記國民黨對台東的貢獻與努力 並推薦饒慶林擔任未來的台東縣政的接班人 而有族人表示 候選人沒有黨派包袱真心為部落服務 才可能得到族人的青睞 我在每一個地方所聽到的那個聲音 就是說 還是他能夠工作 他能夠服務 能夠做事 跟我們老百姓有邪恰 或者是很熱心 很熱忱 當然我們都不會忘記說 這個人會很好 選舉倒數計時 前總統馬英九積極拜訪部落鞏固票員 台東二十五萬人口中 將近三分之一都是原住民 2014台東縣長選舉 劉兆豪和黃建廷得票數 僅相差一萬票 如何拉出票倉裡的票 又如何守住原有的支持者 五位候選人 最終誰會出現 原住民選票成了最大關鍵 原市新聞 文基亞改革的辦 台東言評 裁判報報導